刚才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这台车的个性的玩法之后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车内给大家进行一个试驾 那试驾之前的话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这台车在内饰跟空间上面 有哪些变化跟提升 整个中控的一个布局 相对于之前的标准桿以及马卡龙版 是基本上一致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线条设计会更加的平直一些 方向盘也换了更新的一个样式 同样是一个液晶仪表 包括这台高配车型 所有的那个倒车影像 也会在这个一页景仪表作为一个显示 那同时呢还增加了下面这个贯穿式的这样的一个储物格 其实放些东西是很方便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中间有一些格段的话 会更加的理想 包括下面的一些网勾以及这种挂钩 其实放一些汤汤水水啊 或者随身的一些东西也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在高配的车型是采用这种皮跟织布 相混合的这样的一个座椅的一个样式 那它的低配版呢只是一个普通一个织布座椅 那可以看到包括这种中间打孔这种试条的一个装饰 包括这边的一些装饰也会让整台车在内饰的整个氛围感上 相对于之前的标准版会感觉会更加的豪华更加的精致一些 之前的版本是没有左边这个杯架的 那现在左边也增加了一个杯架 那其实对于储物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包括门板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也是给了非常大的储物空间的 一排水放个七八平问题不大的 那我们看一下空间 其实这台车坐进来呢 整个坐姿是比较偏高的一个设计 因为座椅呢是不支持上下的一个调节的 那我现在坐进来其实头部空间是OK的 基本上还有差不多一拳的样子 那这台车呢其实在轴距上面是有增加的 那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它跟普通版车型变化有多大 可以看到我现在200斤的一个体重 其实坐进来整体化感觉还是OK的 因为它相较于老款增长了7厘米的这样一个轴距 那前面我正常驾驶坐姿 腿部空间还有一拳以上 头部空间的话呢也OK还有四肢 那它整个坐垫呢是偏薄的这样一个设计 那虽然说你长途很长时间去坐呢舒适性有所欠缺 但是这样的一台车日常的通勤 我相信后座坐人的几率也不会是那么大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储物空间的方面 其实在四座状态下呢 尾箱的空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排放倒之后 那整个后排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能超过700升的 所以说我们日常的一些使用完全也是没有问题的 外观内饰空间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那我们现在开起来看一下它表现怎么样 谢谢大家